这个是李老师 李华商没有变 对了 马老师 马老师也没有变 一张发黄的学生照 记载着的是裘老师 和春年适日校园生活的一点一滴 这个就是陈冠云老师 这个就是我的校园 已经觉得她是老朋友 当然我一样很尊敬她 我见到她也是叫裘老师 但是我的时候说的话 我们已经是朋友 老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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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隔半个世纪之后 回到母校 他们最怀念的是这里的人情味 50年 我们分手50年 很兴奋 特别我听见他们还回山上 住了 又耕田 又做回农夫 我说我真是开心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马安山村 住了多达三千个矿工 随着矿场在七十年代结业 有些家庭陆续搬走 当年为村民提供援助的教堂 和旁边的学校因而停办 这堂会当时提供一些教育 救济和医疗的工作 我们会扮认学校 幼稚园和小学 等一些当时的矿工 可以享用这些设施 为了给公众了解这段历史 信义会在两年前展开活化计划 复修教堂 小学和学生宿舍 活化成记载马安山 教堂经复修之后 仍然保留了原有的建筑特色 获古物咨询委员会 考虑列为三级历史建筑 信义会将会举办导赏团 给市民参观 以前矿工的体力消耗 都很大 为了补充体力 食物普遍都是多糖和多油 好像符与馒头和客家茶果 那样 以前矿工的体力消耗都很大 参加导赏团的市民 就有机会可以试试了 探索馆将会在三月正式启用 市民可以预约导赏团 由南村内不同的矿洞为止 感受矿工昔日的黑府生活 和马安山矿场的文化风貌 无线电视记者 陈嘉倩报道